香港大学内科学系腸胃肝脏科临床教授 施劳韦基教授 施劳教授 你好 其实有一位电话尾数是8139的观众 他有一个问题 因为他刚刚这个时间不太方便跟他联络 所以不要紧 我代他问教授这个问题 教授你好 想询问一下他本身 乳肝大菌者 征服用政府医院开的药 胆囊又胆石 又排期在做微创 想了解一下做完微创之后 肝功能是否会更难进行分解 进食任何食物都会有问题 他怕身体营养级收不到 医生可有建议的补充品或生活习惯 我可以告诉他 希望有机会可以打一打 其实切胆是一个很常见的手术 而且胆囊不是制造胆汁的器官 只是储存胆汁 制造胆汁的就是肝壮 也就是说当你切胆了 其实对身体所有的器官运作 是没有什么大致上 没有太大影响的 如果患者本身是一个月光大感者 正在吃药的话 我相信病情多数的控制都是好的 病情控制是好的 如果没有严重光硬化的话 其实进行这个手术的风险也是很低 也就是说就算是手术后 其实身体营养级的吸收 其实都会跟正常人差不多 也不需要说是有些很特别的补充品 或者是生活习惯是需要 为了这个手术后 而是需要有什么特别的建议 所以去处理这个手术 跟任何人处理任何手术的情况 都是一样 就跟回到时外科医生的建议 做完手术的话 因为是未创 康复的时间会很快 然后他出院之后 基本上就是跟回 如果他需要吃药 按一下吃药 其实他的康复也会很快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说不用害怕 没床不用害怕 这位电话给所谓8139的观众 不过因为说过月型肝炎 其实是有甲有穴 很普通的 是什么意思 可不可以在这里说一说 我是穴形肝炎带菌者 为什么我要告诉你 其实带菌者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名称 带菌者不会觉得这是一个慢性病 慢性病的意思是 就是说好像血压高 好像糖尿病 有机会是需要 长期性药来控制病情 慢性肝炎 其实是一个慢性病 也就是说 如果病情是活跃 不受到控制的话 其实就会增加机会 是日后有肝癌化和肝癌的 所以病情活跃的病人是需要吃药 这位患者就已经在吃药了 所以我相信病情控制会良好 如果病情活跃是有吃药的话 日后有肝癌化和肝癌的机会 是会大大肝低的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代表 第一 首先你要知道自己是否月型肝炎的大菌者 也就是说你是需要做检测 检测就需要抽血 第二 如果你有病的话 就需要定义提医生 如果病情活跃的话 就需要吃药 情况就是这么简单 好了 整个问题就是 他是月型肝炎带菌者 而要做胆手术 没错 胆浪手术 就是肝胆相照 我们经常听说肝和胆 是不是两个器官互为影响 对于健康来说 这个有事 要小心这个 有没有这样的必然 其实关系又不是那么直接 如果针对胆汁 胆汁是由肝脏制造 这样就会储存在胆囊 最后就会经过胆管 就会流到小肠 肝胆相照是因为 它们两个器官的位置是很接近的 你说 例如没有胆管会直接影响了肝脏功能 其实就未必会 只不过是如果本身的肝功能 是很差的 已经是有严重肝癌化的 如果同一时间也有胆囊问题 可能就会令到病情更复杂 但其实就在例如 医病患者这样的情况 其实就不需要过分担心 对这个肝脏 除了刚才的肝炎 其他还有肝功能 不好的一些状况 会是一些什么呢 于是接下来的问题 饮食和生活方面 其实也代表这位观众问 有什么需要注意 其实肝功能不好 就要看看那个界定是怎样的 我想对于大部分的人士 他们说自己肝功能不好 多数第一 他们本身有慢性肝病 肝炎肺炎肺炎脂肪肝 又或者他们去抽血 说肝酵素高 如果抽血肝酵素高 就要釐清肝酵素高的原因 需要医生有诊断 再评估究竟原因是什么事 如果本身有慢性肝病的话 当然我们的目标 就是不想那个慢性肝病 就是会恶化 那就要控制那个肝病 如果针对肝炎肝炎 你知道病情活跃就可以食药 肝炎肝炎 你只能有药可以清除那个病 亦都有食药 脂肪肝 就是控制相关的风险因素 也就是例如 本身有糖尿要控制糖尿 本身是肥胖 那就要减肥 这些就是 如果是饮食要注意的话 可能就是可以说是针对这方面 但是其实有健康饮食 永远都是好的 其实如果是针对脂肪肝的话 刚刚在美国就发表了一个很大的研究 就是说关于饮食有什么是要注意的 通常我们会说 饮食方面 就没错 你想少些脂肪肝 当然要吃少些肥腊东西 但是其实现在有更多证据 就是看到 如果某一些饮品 特别是一些加工饮品 因为那个果糖 就比平时我们没有饮品的时候 比平时是比平时多的 其实这些果糖也会增加脂肪肝的机会 美国就刚刚有一个很大研究 就看到如果不同人士 他们平均是每天都会喝至少一杯 这些这样的饮品 是我们叫做加工饮品 也就是有些加工的果糖 跟进他们20年 发觉他们最终有肝癌化 和肝癌的机会 也会相对增加 所以我们现在都已经有一个健康建议 就是如果病人本身有脂肪肝 当然要减肥 当然要控制体重的肥腊东西 就尽量会避免 同一时间就喝一些甜的加工饮品 就不是叫你完全不要喝 喝少一点 喝少一点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经常见到人排大队买 那我喝的那些 大家都无谓说出来 我问他 你喝这些吗 我叫他小甜小冰 那你记不记得小甜小冰就可以喝多一点 其实要给一个很具体的建议 就很难说 因为那个研究是用美国有的那些饮品 是的 美国那些饮品 大家可能猜到是什么 但未必有你所谓的那些饮品 所以那些饮品 究竟他少甜到多少呢 究竟会是健康呢 就很难说 我们只不过是有一个建议 也就是说 不是说他完全不要喝 但如果他喝少一点 可能长远来说也会比较好一点 冬野和甜野 甜野我们知道了 就是冬野是否也会影响的 其实没有影响的 冬野是没有影响的 甜野呢 为什么会有影响呢 就是因为果糖 果糖其实是一种的碳水化合物 就是我们说葡萄糖 乳糖 果糖就是其他一种 你吃橙和苹果都有 只不过的份量没有 你喝那杯饮品是这么多 是的 橙和苹果是很健康的 没有问题的 但你喝那杯饮品 那就不同了 所以现在就已经有这样的证据了 当然这个只不过是一个风险因素 还是要控制血糖 控制体重 这些都会是重要的 我刚才听着说 如果有些观众说 哦 20年了 他追踪20年才有事 这些20年中间 其实也会有很多的变数出来 不是20年之后 大家一起在一起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这个20年 其实20年当然 都是看足整个20年 还有我们现在只看一个风险因素 如果病人本身也有糖尿病 本身也是肥胖的 那已经有其他风险因素 那你喝这些加工了的有糖的饮品 那就会更加差 是 总之说来说去 有糖的饮品 有高果糖的饮品 大家少一点 少一点的意思是 一个星期煮一杯 可以吗 我认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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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则 香港人有时习惯了 下午茶 或者早上 做一杯甜到很开心 不行 要甜一下 但你听到教授说 其实大家都要留意这件事 因为我们今天这位观众 其实正在问肝和肝的问题 你可以留心听这一篇 你就会明白 我们最后会谈甜的事情 在此 麻烦教授 先帮我们的一位观众 可以解答他 关于肝和肝的问题 大家对这一集 如果有什么疑问 或想问教授 不妨留言 教授很好人 便会帮他们回覆 好 如果大家想亲身 如果能问到一些专家医生的意见 关于自己的身体健康问题 请你把刚才我们的观众 把问题写下 然后在WhatsApp 25156868 留下你的联络电话 我们会有专人找你 然后找一位医生 便可以大家互动一下 今天先谢谢 喜欢我的影片 请分享出去 订阅健康蛋 按键 最重要的是我们有Apps 大家可以介绍我们的Apps 多谢